我就跟他们说没关系的 我还可以趴到你们教室的窗户那儿 去听课 我一说这话 那些女生就都哭了 大家好 我是瑞姐 前几天我登上开往北京郊区的地铁 看望了一位轮椅大哥 大哥从小失去行走能力 靠坚强的毅力 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 但当时因为身体原因 没有考大学的机会 开头一幕是同学们考上大学以后 和他道别的场景 可是后来一次时机 使他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 架着双拐迈进了清华的校门 我听了以后多次留下感动的泪水 您一共有几个发明专利 不到十个吧 这么多 大哥今年有多大岁数 我今年是64岁 老北京人 在北京出生的 您从小不能走路吗 还是怎么回事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健全的孩子 会走会跑了 一岁半的时候 得的脊椎灰质炎 一岁半 对 老百姓叫小儿麻痹 就是发高烧 双下肢就瘫化了 我脊椎开始 我就觉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看着别的孩子出去玩 实在是着急 就扶着一个小板凳 一个手扶着小板凳 一个手扶着脚 在地上爬着 在院里跟孩子玩 不容易啊 到了大概六岁的时候吧 我妈妈说你不能这样 你得站起来 对 站起来才能像个人 她抽出时间来 揪着我的后脖领子 练习学架拐 说你该上学了 你不能爬着去上学 让我能实现这个上学的愿望 我特别想上学 这样到七岁的时候 真的就回家乖走路了 照常上学了 对 终于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吧 本来我驾管啊 走得还不太好 我父母也说 要不然你就晚上一年 我说不行 我就想上学 特别渴望上学 是 很羡慕其他的别人的孩子 对 大哥 您别难过 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是 您在上学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刚开始上小学啊 是这个平房 后来就变成楼房 楼房我驾管上 就比较困难 老师啊 特别好 让这个全班的男生啊 轮流背我上楼 真好 太为难了 过了好多年以后啊 我们那些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还在说这个事 这个为难记一辈子 是 后来中学的同学 也是很照顾我 当然呢 我还是想呢 尽量的不给同学们找麻烦 嗯 很多事情我能自己做的 尽量自己做 您当时学习成绩也挺好的 学习还可以吧 觉得自己腿不好 将来可能得用脑子多一点 也想得尽量努力一点 从小就想这个事 哎 是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长大了以后啊 当一个无心的修理工 哦 我小时候会用的半导体铃箱 自己穿半导体收音机 哦 就动手能力很强 哎 我父亲为了我的未来 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我 今天买一个铃箱 明天买一个铃箱 哦 后来终于有一天啊 把这半导体给他 调响了 哦 组装起来了 哦 半夜了 把那半导体弄响了 当时我爸和我妈 就冲到我那屋里了 就抱着我 你别难过的 哎呀 很不容易 哎呀 其实父母比您还着急 但是呢 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家里也联系 因为当时我才 家在玄武区住 有一个很大的 铃箱修理的一个门店 而且是国营的 看是不是能让我 到时候去工作 这个负责人 看了我以后 就吃腰头 我就没实现 这个修本大气的这个愿望 高中毕业那年是哪一年 高中毕业准确的说是 1977年的春天 78年啊 恢复的全国高考 对 那您没有参加高考当时 当时体检标准啊 说两个腿的长度的差 就一个腿比 另外一个腿如果短的话 不能超过两公分 还有这要求 那么像我这种 肯定超过两公分了 所以大部分残疾人 都是没有资格去参加高考 当时我上了那学校呢 是北京第182中学 那个学校还算是不错吧 我们班有五个同学 考上大学了 这当中呢 有比我学习好的 也有差的 也有学习不如我的 你当时特别羡慕 是不是 我特别羡慕 特别想考大学 这些同学啊 也知道我的心情 要开学的时候 他们就到家里来看我 安慰一下 安慰 安慰 好来我就跟他们说 没关系的 我说我还可以自学 再不行 我还可以跟高玉宝一样 嗯 对 爬到你们教室的窗户那 去听课 我一说这话 那些女生就多苦 哎呀 哎 你别伤心了 别伤心 在当时那个幻想下 在很多方面啊 还是不接大惨疾者 是的 实际上呢 惨疾人更加需要学习 需要有知识去武装头脑 而且呢 如果创作条件的话 他也能学好 他比一般人还更努力 对 几年以后 我有幸啊 接到了中国残疾人 福利经济会 给我寄来的一个通知 让我可以去参加一个考试 嗯 机械电子工业部 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合办的一个打针板 哦 让北京的一部分残疾人 去参加这个考试 嗯 跟那个健全的孩子 一起参加考试 嗯 但是呢 只录取一名 一共多少人参加 一共有40个残疾人 当然他通知的人更多 但是很多人 一听说清华 不敢去 就下跑 我当时呢 是做了很多努力 下去上学 都没有实现 嗯 所以就很含心来 考完了以后呢 后来就知道分数了 嗯 还有录取了啊 嗯 我是架的管去的 哦 架的双管去 后来我想起来 我真感谢我妈 是的 要是不是那种锻炼 我可能就上班了 对她 是的 是的 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讲 我说 我现在啊 一间挑三个单 嗯 自学考试 买菜做饭 还要上班 嗯 我说我要去上学呢 我就一门心思学习就行了 嗯 后来老师又提出 说你怎么打饭 那时候也没有轮椅啊 啊 也没有轮椅 我是架拐 嗯 后来我就把我的饭盒拿出来 在一个低楼 我架着拐 可以一手低楼上 里边装着粥装着什么呀 它不撒 哎 这还挺好的 哎 我说老师你看 我就拿这个打饭 所以我在学校 我也可以用这个饭盒 老师当时一拍大腿 感动了 回去就把这个事情 跟清华的西主人说了 就同意我去吧 哦 这个是1985年的时候 的这个俊科特 还是油印的 我真正上学呢 是在85年3月的15号 就是在我报考和上学这期间 劳动部 人事部 教育部 和这个卫生部 四部委 联合发了一个通知 肢体残疾的青年 生活能够自理 病情不再发展的 允许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考试 哎哟 就是说这个参技人 平等了 对 这一天终于来了 终于获得了 和大家一样 所以我上学以后 也是觉得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力量 我觉得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 对对对 我一定要学好 一定要给残疾人争口气 要向诗人证明 我们残疾人是可以做到的 完全可以做到 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是肯定的 是 清华学风是很严谨的 一到星期天的时候 四夕教室门口 都是一片一片的组织 对于那些学方来说 没有星期天 在那地方考高分 很难很难 是的 我的学习方法就是说 我到东方去 我把那些重装的课本拿来 我把它里面的期间都做了以后 我再回过头来做 我自己学校发的这个课本 的题 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了 然后记得很老 是啊 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因为大学的这个期末考试 都一考就考 石头门一块考 对 那压力很大 然后有的同学学得不扎实 他们就找我给他们讲课 是吗 我给他们讲完了以后 我就记得更老 你给别人做那个考前辅导 你觉得最大的生活是什么 在清华期间 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后来我也是把这些对于这个技术的追求的动力 一直保持下来 大学就是顺利毕业了 对 很顺利 88年毕业的 80年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我就去了一家工厂 没去原来的工厂 没去原来的工厂 当时是我们那个三年的学费是一万块钱 然后这个长的就说这一万块钱我出了 我希望你到我那去搞开发 你是毕业以后再交学费吗 那是 不是 那个是单位早就把学费交了 再给单位补上 对 然后就让我到他那个工厂去收 就等于把你挖走了 后来可能因为这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后来这场子就解散了 当时您成家了吗 那是92年 不光成家了 而且还有了孩子了 我女儿也是92年出生的 大哥好不容易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 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可是现在单位散了 工作没有了 还有妻儿老小 怎么办呢 张大哥又一次挑战能力的极限 最后完美逆袭 这位了不起的大哥 又做了哪些让常人都难以想象的事呢 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下一期我们接着聊 如果您觉得张大哥的故事 能够激励下一代 不妨转发给正在努力的亲人们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